二 三 四 四個 將黃色的麵團壓入模具 因應即將到來的中秋節 桃園庇護工廠員工 製作鳳梨酥 提早為過節做準備 但前陣子他們的生意 可是慘不忍睹 跟去年同期比較起來 大概也差了大概 掉了快五成以上的業績這樣 疫情還有一些 沒辦法大量去擴展 那個販售的一些東西 所以會導致買氣 其實是下架的 為了推動買氣 陶市府八月二十號 舉辦中秋庇護活動 市長親自到場助陣 穿上圍裙 戴上手套 將做好的鳳梨酥 分裝到禮盒 那目前桃園有 15家庇護工廠 那僱用的生臟朋友們 有143位 那像義美這個 民生店就僱用了15位 市長大力協助推廣產品 不管是蛋黃酥 法蘭酥 還是鳳梨酥等各式禮盒 都難不倒他們 至於這些漫飛天使 等待訓練成熟後 就可以上班 目前我們有總共聘用 12位庇護員工 跟三位的見習員 希望就是說 他在這個場域裡面 他的工作技能 能夠得以培養 人際關係 還有對社會的適應 好不容易疫情缺緩 碰上中秋連假 只希望業績能 漸漸回升 環宇新聞陳明彥 宋居穎 劉沛廷 桃園報導 請訂閱按讚 分享環宇新聞 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 跟最新趨勢 FM L-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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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